今天10月7号 去曼谷北边的那个叫什么 一个佛像 一个文物古迹去看看 一个小时了 还没走出曼谷市区 哎呀实在太堵车了 还有7分钟就到了 这边一路都没有高楼大厂 中国到处都是小区 盖的小区 20多层30多层的房 你们统统住进去 然后配几个物业给你们提供服务 这边人家都是自己建的房子 从他爷爷那辈一直传下去 都是你们家的 这个车牌好像不一样 整个泰国你买个车你随便开 也不限牌 也不限牌 也不限号啊 那么中国你广州的不能去深圳 然后这个这儿的不能去那儿 向右转 整天香港是一个区域 台湾是一个省 关键小粉红 他也相信 他基本上他自己去都不能去 办个这个港澳通行证 还只能去基本七天 已经到了 就在这儿了 从环岛驶出 从环岛驶出 特别有特色啊 行驶300米后 您即将到达目的地 您已经到达 好就停这儿了 哎呀到了先上个厕所 好 这个和中国的各个景点不同啊 就是厕所好早 然后 停车好停 这是一个 这是个咖啡厅吗 嗯是的 还是从这儿开始拍吧 虽然撤从那儿可以直接进去 这一排 小什么小衣服啊 小礼品啊 小卖布啊 头上那个是个咖啡馆 嗯 这是个 坐自行车的位置 你好 哦 哈喽你好 嗯 嗯 坐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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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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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他也是中国人 非要让我坐那个突突车 小扇子 哈喽 哈喽 这有兄弟 先来看完这个地图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有小狗 这狗真瘦啊 这没容可喂 他吗 可以买票 嗯 这几个小狗还没转到他 这个门票五十二铸 这个 人家泰国人还是团结啊 卖给 泰国 卖给泰国人是 二十泰铸 但是卖给外国人呢 就要卖五十泰铸 他跟这个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他妈的 这个这个景点啊 他坑中国人 我操 他都不敢坑外国人 坑外国人 被打1101举报 他妈的小小景点停业整顿了 我操 哦 嗯 泰国人 泰国人 我靠 就是不能这个站上去拍照 这个允许带水 但是不能带 pand drink 哦 瓶装水能带 哇 那个鱼子还有着装要求啊 这是性感的小短裤 小吊带都不能穿 像什么来着 从哪转一圈呢 从这边吧 看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历史也不是很久 幸亏今年来了之后 学了点初级的英文单词 要不然又得掉底子了 看来这个景点还挺受欢迎的 这个大概有个几米啊 十多米吧 大门这边院墙 院墙感觉马上就要塌了 这几个小的妹都在这拍视频 看来这是有点历史了 能不能摸啊 这应该能摸吧 感觉像是水泥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石头雕的 不太像是雕的 这一排佛像没有一个完整的 基本上上半身都烂了 这后期还修复了 这后期还修复了 都是一些佛像 佛头彻底倒了这块 这应该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这个我的感觉可能有后期修复过 它跟中国的景点不一样 人家修复至少可能原来的地形地貌还保留 中国让我最觉得搞笑的是 是什么呢 是那个前年我去湖南的岳阳楼那 岳阳楼那有一个 岳阳楼的它的那个那个景点的里面 有一个叫小桥墓 那个真的是太搞笑了 小桥墓是什么呢 讲讲那个小桥 然后有它的这个什么照片 其实就是个画像啊 然后呢在它的这 这个这间小房子的后面 直接一个土堆 意思就是小桥的墓啊 那棵树是 那棵树是个景点 刚才卖那个门票那儿 我看到这个泰国人20外国人50 我用这个GoPro拍了个视频 然后我又用手机拍了一下 里面两个卖票的都不好意思了 这边是有点它的 这边还有建设 它这个路都是修的这种红砖路 还挺好的 嗯 这一块也是他们 用来干啥的 拜佛的吗 看不懂 small small whole number 28 小鸽子都死了 人家死了很久了 眼睛都凹进去了 这棵树也挺大的 这在中国也是什么古树 整一圈这个小围墙围一下 就是很大啊 可能得 四个人抱起来 这辆摩托车也有点历史了 座椅 这个座位都已经烂了 透明胶一瞻 透明胶一瞻 啥牌的 亨打 我想起来有一次 今年1月份我去曼谷医院看医生 那个翻译是一个 太极华人 太极华人 大概50来岁 我说我没事喜欢去钓鱼 他说你不要钓鱼 那个鱼勾子到他嘴他会痛啊 阿姨每天都吃素啊 我说行行行那要向你学习 我说我就钓到他我就把他放了 那也不行啊 你钓到他他会很痛的 然后扯扯扯 你们中国很好啊 就是说呢就是你们中国 但是他这个给你套近乎的时候就是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呐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也是中国人 就是有有这个正面的时候 我是中国人 啊你们国家这个中国不行啊 水地吐痰呢不排队啊 坑蒙拐骗的时候 不好意思咱不是 他这个公园太大了 很多人都骑摩托车进来 公园确实太大了 是门女神之类的吧 这里还有个在这下这个鱼网的 嗯总结一下吧 这个景点呢 我感觉外国人呐 就是非泰国人呐 没有多大的必要来 除非你是信佛的啊 因为这里面 除了那些老佛像啊 就是大树了 你看我就根本就看不懂 只有这些东西啊 这只叫什么鸟来的 我之前以为是鸟像的 那边还有一只 哎呀到这来啊 如果没有骑摩托车啊 尽量坐这个车啊 秃秃 坐个秃秃车 我之前以为只有那一小块 我之前以为只有那一小块 整半天这里景点挺多的 全部都是景点啊 123 123456 18个景点 这是他们在骑大象玩 这里有个池塘啊 专门修的 这还是个六角形的 里面养的鱼 里面养的鱼 风水设计 这树这不比那个中国那些公园里的树 有意思吗 这是怎么长的啊 这是两棵树 这里有一个大姐 两棵树长到一起去了 这里有三个宝塔啊 进门处应该就在这儿 但是这边有一个庙 我打算先到这个庙这儿看看 这里是一个佛殿 这里有七点要求 戴口罩 人数限制 每次不能超过20分钟 参拜 踏蒙空薄壁 可以站着双手和食 不用跪拜 两边都是鞋柜啊 这边和这边都是鞋柜啊 这边和这边都是鞋柜 我当差点踩着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先了解了解行情 看看有没有啥规矩 这是 一个 泰国人带着他儿子 来拜 小孩有点害怕 不敢去 这边还可以干 我这钱带没有 我零钱没带 算了不投了 他没有说不能拍照 我刚看他们都在这里拍照 应该是可以的 给他们拍照 找到 他不赶紧 一点衣服 我总是在这里拍照 咱们 请发芽 请发芽 这边 是 如今 不着 卖一些佛牌的 佛牌的还有这个佛像的 这旁边还有很多小的佛像 可以说是姓名 这是个什么 看不懂 全是泰文的看不懂 这是他们上班打卡的 也是人挺多的 排到25 28 这是后门 后门是让你洗手 应该也一样的 看看这个佛像的背面 这个佛像那个臀部有点裂开 这些啊 袈裟的那个袋子 这就是泰国的国王 嗯 这是老照片 以前打仗的骑大象的 这骑大象的肯定比骑马的牛逼 哇塞 你看 相信的人多了 就吵的是 这个上面应该是写了一些祝福之类的吧 这里也是用来跪拜的吧 这是一级两级三级 这个大河还用绳子拉着在啊 拉着手指 每次不能超过20分钟 我还没超过20分钟呢 这是我进到这个就是这个庙里看到的第一个佛像 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大 在北岚那边修了一个好几十米高的 现在可能都修好了 我一月份来的时候正在修 你看这个地位高不高 他老婆给他提鞋 这里需要买票啊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50泰铢 我认识一个泰国的胖妞 他说他经常去这个寺庙 那个在曼谷那边 靠近苏纳普机场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每次去 因为那边的那个有几家那个就是餐厅啊特别好吃 主要是为了吃东西 其次再去为了拜拜 拜拜啊这个 带好运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他们政府应该花钱或者集资 恢复原貌 中国那边喜欢干这种事 这啥都没有 平地上直接整出一个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文物古迹出来了 像这边至少他这个地图上啊 还有当地人的这个记忆里都有的东西 他完全可以修复 可能他们这边需要就是年代感吧 但是他可以选择那么一个或者两个这种遗址去修一下修复一下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泰国人 就是他们非常相信这个拜这个佛啊 每次比如说有什么难事了 或者是想达成什么心愿啊 就是希望自己成功 然后就赶紧去 就是四面佛啊 曼谷有很多四面佛嘛 赶紧去拜 这种他外面是 砌了一层水泥 所以结实些 不知道是后面修复的还是怎么样 反正 看上去 看上去是水泥 看上去是水泥 我觉得应该是后面修复了 你看这边这边也是水泥 为什么这边全部都烂掉了 这边几个高的全部都好好的 应该是这种 应该是修复过的 没有说不能走 虽然他没修这个死泥路 虽然他没修这个死泥路 这应该是水井吧 水井还是下水道啊 看着又像下水道 看着 看着 叫啥的 是通的 这啥玩意儿 什么钉子 拔掉 万一塌了才搞笑呢 他这一大块位置 就是有这个 古建筑的旁边都是公园 什么都没修 我觉得这钓鱼应该可以 但是这应该从哪进来 从这条路进来 从这条路进来 在中国找不到这种地儿啊 都 这大马路边 这么大一块位置 然后让他空着 泰国的狗都不咬人啊 可能是 也有咬人的 在这边经常可以看到 就是几只狗躺在 那个小吃摊的地上 因为这松鼠跑好快 还有711门口 好多松鼠这块 还有隔壁的小吃摊啊 给他们吃的 关键是躺人家家门口 这个也没人赶他们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不如狗啊 在中国你找 你看哪个商店门口 或者是饭馆的门口 躺有这个狗啊 你躺个要饭的试试 走到这看看 只剩下只柱子了 这柱子外面包了一层水泥 这啥情况 它都 上面全掉了 就剩 基本上都是从这一块 大概一米多高的位置 还留了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门 这个门有点高了 故意修这么高吗 那什么石头啊 该不会是陨石吧 那我搞不懂 石头都都分化成一个洞一个洞的 这些砖它还 还好好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的 挖了个缺的 又不是浪 这边的砖也是这样的 这里的砖就是比那个中国的要长 但是扁一点稍微 中国的厚一点 这白人又泡了个小太妹 哎呀 写着什么呀 明古禁止从原始位置移动任何砖块 违反者与推荐人应急对备进行行事 卧槽 哦就是这种砖块不能移动 OK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三个高一点的塔 哇 好可爱一个小女孩在这里拍照 这个男人在卖这个 呀 对 这边是什么 像是什么呀 摆脚 凉 看来有五指 三开 五指 主要看 主要看 这边是 肩膀 老人家卖一天可能也卖不出去 100泰铢买了6个小玩意儿 100块钱买了6个小玩意儿 100才人民币2022块钱吧 虽然这个门票收外国人是50泰铢 但是这人民币才12块钱呢 虽然这个泰国人10块 外国人50 但人家这停车也不要钱 或者也没有这个景点里面什么票中票 我觉得值 再说人家坑也不坑自己本国人呢 哎呀 没错 没错